前輩的全國投資朋友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黃世民為你做現場 都在我們的規劃當中 我昨天就跟你講會進行緩彈 到来工业线 那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联准会 不知道升息要两码三码 事实上我们心里都知道两码 三码是意外 一码是更好 那么所谓的利空出尽 利空出尽 我已经跟你讲 第一次升息的时候 大家会怕 第二次升息的时候 就会涨 这是经验之谈 你常常看我的节目 我会有没有这样 跟你讲过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看 今天开了一个 一高压力盘 一高压力盘盘中搭台阶 假象买盘再尾盘 量出来的 2000亿股2600多亿 目前是涨了140点 可以说量价齐阳 我在礼拜一开盘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这个叫做凹动量 凹动量 这个凹动量的出现 在股票市场来讲 是一个底部现象的出现 我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要站稳五日线三天 一二三 今天第四天 有没有 我都事先的讲 事先告知 事后来印证 但是这里有上层 有层层的卖压 留下上影线 或者在攻坚的过程里面 要平静先洗盘 现在要站稳 16500就OK了 16500就OK了 那么明日五日线向上 我有跟你讲了嘛 对不对 这个今天是五日线向上 有没有 我有跟你讲 这一天没有向上 今天就向上了嘛 因为扣底这一天的关系 这一天大跌嘛 所以它这样子的扣底 所以它会向上嘛 五日线向上嘛 那16476 这个五日线 目前又慢慢涨起来了 现在在16556 这里不能跌破 五日线不能跌破 这个告诉你什么 这一期的利空 跟先谈再说 我昨天就看会谈了啦 对不对 而且跟你讲数字 讲得很清楚 16800到16926 今天最高到16783 那这个是夜线 它夜线每天 以40点向下来延伸嘛 现在是1694 明天就到16900了嘛 后天就到16860 一下就突破了嘛 所以这个是慢慢克服 这里要往上做攻坚 这个路线相当的艰辛 最怕是外资 我会给你费 外资这一波 今年以来已经卖了 7000多亿了 所以很可怕 前年到现在已经卖了 两兆多了 那5月13号MSCI又要调整 一定就是减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波 我们在跟国际股市来比较的话 是比人家弱 你看喔 人家国际股市来讲 国际股市并不是那么弱 我们跟韩国来讲 我们跟韩国来讲 差不多 可是比其他国家来讲 我们比较弱 比日本还弱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现象 所以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东西啊 你要看美颜指数 美颜指数我跟你讲 到103百分比 美颜指数是百分之比 index不是103颜 102 我跟你讲103就差不多 最高到103点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有事先 现在很清楚啊 这个公布了嘛 利多已经出来了嘛 所以你也要盯着美颜指数去看 那外资的买卖才会做参考 因为外资事实上 今天有来买了 因为美国股市大涨了嘛 那前几天涨多的 你就不要去追 你这几天 我在跟你解盘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你要敢不及 你守株待度你就会赢 你今天已经第2 3 4 5了嘛 这个你底部已经第5天了嘛 你今天再去追 就要看买对股票才会赚 买错股票是不会赚 而且追高总是有手不移嘛 像这个长龙啊 我说拉回来你就要买 那时候才138 140啊 那今天的长龙2 603 他到150几了嘛 最高到155.5 你不能去追 不能去追 因为他12345 今天第6天 他再休息一下还会再涨 他不可能一直涨一直涨不会 他先涨就要停一下 要供再供 这就是长龙 这是长龙的一个特殊的现象 我说这个拉回都可以买 但是你到150块钱以上的长龙 还会再涨 可是他160到163以上的压力 着实不小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 你买的股票 像我是守株待兔嘛 像金箱店拉回来来来 好这个买 对不对 我前波段已经做过一次了 80到90嘛 那这一波下来下来下来 好80这里就又可以买了 买上去 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早涨太快的话 也要注意一下 2368 他涨太快的时候 突破这个地方 突破前天的这个 前几天的这个高点 你就要注意 他前突破了以后 这里要往上攻 还不太可能 你就先减码一半 我就先减码一半 2368 你就先减码一半 我卖在86块6毛 先减码一半 5月5号 今天5月5号上午9点20 先卖一半 留一半 有下来要接回来 再把它接回来 用这种操作模式 这样子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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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股票 做一个快乐的投资人 这个叫做什么 守租态度的策略成功 这样子做我想 这种做法就是你需要的 我都首先跟你讲 这个我卖掉以后跟你讲 拉回早买点 有没有 来了 毫古拉回早买点 隔天就上去了 对不对 就上去了 再来拉回也是早买点 对不对 拉回也是早买点 对不对 这个是再来一样的还有大行情 上去 上去以后再拉回 这一次我没有先跑 我想说这个没有什么重要 所以我这一次会先减买一半 先减买一半再讲 因为今天很多人会去抢股票 所以我就要逆势操作 就是说先卖一下 下来要接再接 用这种模式来操作 像自身 自身我在前几天有卖掉 我卖掉的时候我公开的讲 对不对 公开的讲 我出在582 昨天下来 我再把它接回来 我昨天下来的时候 再把它接回来 我昨天下午 昨天下来 10点半附近 57到57块5毛 再把它接回来 因为我发觉说 我好像把档 把档对 但是外资又进去买 不是说外资进去买就会早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它今天创新高 但是还没有创60块9毛 到这个地方我就会注意一下 它已经是近期来收盘价的最高点了嘛 对不对 近期收盘价的最高点 外资前天又进去买 我似乎卖错了 再把它买回来 就等它涨 就等它涨 买在相对的低点 我设定好价位 我设定好价位 其实你买股票很简单 它打下来五日线的地方 就往往是一个卖店 它假如多头的话 五日线571 你不能说571 你说要用57 你这抠信要 买无报应的 57 只57块半 这下去接 这样接得到 就不会闪失 它昨天达到57.1毛 这个就是出乎跟买卖都 因为它长线还是看好 长线还是看好 我说买回 对不对 长线还是看好 它长线看好的话 那有拉回还是买 就是这样子做 这样做就是核心之谷 来为操作 因为我的节目 跟别人的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 我会比较会买一些 比较长线多头 它线型就是多头 因为各股的时空位阶 都不相同 像这个叫做多头 它已经要穿越连线了嘛 这个就是无日线 月线季线都要穿越 这多头没有问题 所以这种股票买起来 安全没有问题 这叫做顺势而为 各股不同 所以你买股票就是要顺势而为 当然你大盘的话 大盘还没有走多头 大盘这个 这个大盘怎么会走多头 没有走多头 它只是一个先缓弹 18619到16219 跌了2400点的缓弹 希望这一次能够像样的缓弹 迅速能够回到 攻破月线以后 会回到年线 假如说能够站在半年线之上 那就最好 表示另一波的多头正式又要展开 那叫时空环境的利空淡化 乌尔战争减少 减少以后食油价格会下降 通货膨胀会下来 那现在5月升息了 空装期就出现了 它不会5月升息 6月又升息 上次是3月升息 5月升息 再来就是再看嘛 这就有空装期在了 那假如物价下来的话 那么升息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但是收表还是会继续收表 那我们掌握了国际的情势 大盘在这边 已经跌了2400点 之所以会跌 完全是因为外资大卖的关系 尤其外资最喜欢卖 这一档股票叫做台积电 当初我在699的时候 688的时候 我告诉你这个不对 要赶快跑 那时候指数刚好在哪里 刚好在18575的时候 就是1月18号的时候 我公开的讲 危险 在这边 第二次 这里没有 这里确定 叫做拉机盘 很多人看到台积电涨 哇 好像没有买台积电 它一辈子都难过 很多人买在600多块 尤其到那时候 外面全部在喊700 800 900 甚至又喊到1000 我独排综艺 我说台积电就是30倍 它去年赚23块 30倍就是690 结果到688 那台积电不涨 占指数之多啊 台股指数怎么会长 也就是告诉你什么 台股的指数失真了 它不是能够代表一切 它失真了 所以在分析的过程里面 因为各股的位阶不同 产生了这个偏差 所以在现在的操作跟以往 不一样的原因就在这边 你要迈向成功 还是迈向失败 我昨天有跟你说 亚当理论操作十大原则 我认为这很好 将来我写书里面也会写的 写的这一些的 怎么去实践 赔10%就要停损 买的时候就要设立停损点 这些都要落实 你就这10%会去 我买一档股票是10分之1的资金 在你的总位数才赔1%而已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有100万 买一支股票买10万 我数据想要1万块 我如果做到一支藏天板 就回来了 是不是 我买五支股票 赔10%我就赔5% 所以我常常在节目中讲说 当然啦 做股票当然是想藏天板 但是不是每个股票都可以藏天板 要尽 尽手 但是尽手你才尽手 那你假如稳稳地做 我讲一句话就是说 我一个月我赚个10% 老师可笑啊 看10%我一支藏天板都有啊 对 我相信 但是你假如每个月你能够赚10% 那你一年是赚120%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稳稳地赚 比你每天在追逐 赚得多啊 因为你每天追逐不同的股票 你必然会买很多很多的股票 你一定要就是二三四党 二三四党 这种跌势 没劳的那我们就输了 大家也搜到老的股票 是买狗人而已 说老实话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收看我的节目 1点到1点半 晚上的10点到10点半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你要找的老师 是有经验 有真正操盘经验的老师 外资那个操盘手算什么 外资操盘手是追高杀低啦 投信操盘手厉害 我们就是投信操盘手修炼出来的 来 写经历 真正操作过股票 有著作 你要找的就是像我们这种老师 不然你找哪种老师 对啦 我知道你们喜欢金光党 每天追高的那些 我知道 也恭喜你啦 我相信你也心里有数啦 对不对 还是来参加我ID小老鼠墨55168 这个人实在一步一步一步的 比较重要 我们买2D一高黄金法则 稳定获利被低估的股票 被低估的股票 买股要买墙要买领头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用长线跟短线 快速激动 隔日冲三日冲追求绩效 长短配置 花17彩 股票就是17彩 你们前一夜在快摔快摔 现在外面都在排外摔快摔 我们台湾一直卖100块 人家国外卖几十块就有 你们还要排队 这想象喔 无法无法 不是说要人家干掉啦 你疫情 我家门口楼下就是 那个叫急啊 排了一场 至少有100公尺 真的台湾的生计医疗那么差吗 还要去排队 还要买比国会贵几倍 心有齐齐焉 很难过 没有办法 这叫做咎由自己 自己算的嘛 要怪什么人 对不对 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 不要怪谁 怪自己 怪自己 我有怪自己 最好的办法 那我一定要 不怪自己 就叫努力 替会员摩护你 对不对 我们 市民与你感恩嘛 母亲节嘛 会期加场 解决你的股票问题 所以 discount打下来 让小可大 黄世民是大家的好朋友 行情来了 你们还在怀疑当中 黄世民已经暗度陈昌了啦 我已经跟你讲几天了 守株待兔敢买才会赢 昨天已经确定三天了嘛 就是要布局嘛 对不对 我已经在这边布局了啊 对不对 那这个今天的收割 也不过分啊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各位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 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告诉大家的这个齐鸿 从1月18号 1月18号指数在18575 我们就开始做这一档股票 90块两毛买金 沿路的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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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 我101块接的最近 我们不区间 对不对 它喜欢做逆市 那你今天 昨天股票涨它下跌 今天股票涨了 它也涨不太有限 你可以先调节 在这个地方先调节一下 我上一次也是卖这个价位 对不对 110附近 那你可以先调节一下 对不对 109.5先减码二分之一 把101块的先减码一下 下来再接 它往往会做逆市 涨了之后 它有时候会回来 你要知道一档股票的股性 像我昨天就买建合星 我80块90块出到72块8毛再买回来 3003 我认为这个在底部安全性很高 对不对 虽然没有涨很多 但是在底部 你买股票之后 是要买底部安全性高的股票 就是买起来安心 放72块6毛8毛那边买的 放心 对不对 买起来放心 那有些股票真的是这一次 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IC设计 IP涨很多 IC设计每次反弹一定是一定有 像创意它是这一次就挺投扬 那金豪哥这是没有涨 没有涨 这个就是被错砍 这里完全被投信跟外资沿路地砍下来 它其实它也不会太差 3006 对不对 它也是慢慢我们步区间会上去 不过在这边压力非常的大 股票本来就是有买有卖 压力大你就要小心一点 不要乱去追 你乱追就容易套牢到 然后套牢到尤其这种盘是很会套牢的 你一定要保持你的资金的激动 保持资金的灵活 你才能够会赚到钱 所以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黄世民是大家的好朋友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ID 小老鼠墨5168 拿正经科班出身来行的 有操盘经验 老年的 稳健的 我们就是二低一高的黄金瓦则 稳定获利 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我们来买 这是最合乎现在的 不是唱歌 不是唱歌 YouTube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说得好 讲得准请按赞 结盘录影不露接 欢迎你按订阅 在我们摩尔投顾的官方网上去订阅 我不是这一种 你要 我不是讲障停板的老师 我认为在股票市场 专门讲障停板这些就是金光党 没那么好 每天要让你障停板 都是用抢来的 抢来的不是我要的 我们要的是快速激动 隔日冲 三日冲 追求绩效 长线短线搭配 花十七才 股票就是十七才 这一次母亲节快到了 我们感恩 我们把会期加场 然后把discount打下来 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 跟请我的脚步 广告中的电话博通 行情来了 要有信心 赚钱会慢慢地赚 才是专家 不是抢来的 而是稳定的获利 才是正确的 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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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